新闻 哇哇哇 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我是宇美人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哇哇哇 為你介紹今天的特別來賓 首先第一位是媒體人中年晃先生 第一位是 已經是如火如荼在展開這個選舉造勢 那麼這位是桃園平鎮的市議員候選人 黃金平先生 再來一位是媒體人陳靖蘭小姐 還有一位是財新專家汪傑銘先生 歡迎四位特別來賓來到我們的現場 我們現在譴詞用字要很小心 我現在還是要NCC管這麼寬 那個天龍國不可以用 NCC什麼都管 其實NCC沒有要管 是台北市政府有一個公務員管太多 這個新聞是這樣子 就是說有一家新聞報導 他講說台北市某一個加油站 這個油被汙染 但是他不用台北市 他叫天龍國 然後 有一位熱心熱血的台北市民 看到之後就覺得說這樣怎麼可以 他就寫信到台北市政府去申訴 認為說這個不對 然後那個 比這個市民更熱心熱血的 那個台北市政府公務員呢 接到之後就把寫了一個公文 給長官批示 然後就轉到NCC 請NCC來處理 我覺得這個事情其實 有點小提大做的感覺 因為你看這兩天 包括郝龍斌也覺得說無所謂 然後NCC的14豪 副主委等等都說 天龍國沒有什麼歧視的味道 我覺得網友最有創意 他說如果天龍國叫歧視 我們台語不是很習慣叫南部 叫A槓嗎 A槓 A槓是不是歧視 A槓有歧視嗎 下槓 下啊 有下就有上啊 那為什麼南部是下呢 上就是比較北邊 下就是比較南部 你也可以這樣解讀嘛 對不對 所以我說 天龍國這個名詞 就是說你 因為它是怎麼來的 它是日本一個漫畫叫 航海王 其實你國外的城市也有什麼 上層下層 對 對 來 日本有漫畫叫 航海王 裡面有一個地方就叫天龍國 那這個天龍國的人 他自以為很優越 所以他不要跟一般人 吸同樣的空氣 讓他們有海軍去保護他們 那天龍國的人就很優越感很強 所以當時 航海王在台灣很紅的時候 很多網友就說 這跟台北市好像 所以就把台北市稱為天龍國嘛 又是海賊王啦 對不對 對 那這個是台灣版的 台灣版的 前情提要 這完全是網友的苦手 天龍二代外科醫師開打了 他講 柯P你是贏不了我的 這完全就是 台北市長選舉 對啊 在取笑年聖文嘛 對啊 對不對 然後他講聖文 他是用這個聖文 聖下的聖 沒想到你也是果實能力者 OK 那這當然要有看到 有看過這個漫畫才知道 對 就是現在這種苦手的已經非常多了 他叫靠霸人 OK 然後呢 人家說他沒有啦 對 然後你看 而且各種影射台大手術的room OK 就是影射這個科匹馬 對不對 然後給他開刀刷 OK 結束了 就是把他的頭砍掉了 OK 然後沒想到這個靠霸人這麼的霸氣 一拳又把他穿過去了 OK 然後他就說怎麼會這樣子 你都沒腦袋了 居然還在靠霸 他說好… 我就是沒腦袋才要靠霸 OK 而且呢 他還繼續在徵求 我覺得這個 這個 這個聖文可以告他嗎 也沒得告 這個就是創意 其實你廣義來看 這種創意你會喜歡嗎 這種創意你會喜歡嗎 如果 如果連聖文當然不喜歡 當事人當然不會喜歡 可是我覺得 言論自由嘛 民主社會 你身為公眾人物 就是你一定要承受 被人家酷掃的這種雅量 這個是天龍班要選班長 其實天龍班要選班長 對 好 其實他創意是不同的酷掃 像講天龍班跟天龍國 是不一樣的 其實我覺得一般人 大概沒有去看這個漫畫 很少人 因為他只有在網路上流傳而已 我剛剛看了以後 也覺得滿好笑的 我覺得自己去看 我們也不需要這個 在節目這樣講 可是自己去看 可是他們不一定會看到 網路上 對 我也很好奇 很好奇 你還沒看嘛 對不對 班長參選人之一是 家長會長之職 他角色設定很不錯 沒錯 大家好 我是連公子 第二位參選人 是白目力量科屁 白目力量 白目的 對 然後呢 這個班導 叫做李老師 李老師就說 一個是不知民間疾苦 一個是臭屁又白目 那兩個呢 都沒有當過幹部 班導李老師 是不是在講李登輝啊 是是 這就很像李登輝啊 好 然後呢 這個 這個 老師呢 就要叫林同學 林同學正在Walking State 他在幫同學插鞋子 可是同學跟他說 布鞋不用插啦 果然不知民間疾苦 然後呢 他就說 我們連家三代 擔任家長會長 為學校呼出這麼多 所以 這個就有人幫他買咖啡 少爺咖啡來了 是希望種子咖啡嗎 這是在賣豬肝湯時候的橋段 這樣好 然後呢 有人講他權貴嘛 這樣 他說什麼權貴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我從來就不靠家裡 我都是靠自己 然後白目力量磕屁說 他在說誰啊 應該是說我吧 真白目 真白目 然後呢 這個 這個 羅書磊 畫得很像的耶 有像喔 他就說 看我的 慢著科同學 你不配學 因為這時候 這個 資格 連聖文已經 這個 跟他 進選 羅書磊說 趕你上場啦 不要說跟我們有關喔 對… 好 這個 羅書磊同學出來 因為他們都同班同學 那羅書磊就來指控說 班費 懷疑帳務不清楚 指控柯同學 洗錢貪污逃漏稅 然後這個柯屁呢 就說你病了嗎 醫生嘛 對不對 誰會記得這麼久的事啊 然後這個時候呢 這個連公子他就說 耶 贏了耶 結果後來這個 柯屁呢 他就把全部的這個單據都公佈 然後這個連公子就說 什麼他瘋了嗎 搞屁啊這樣子 好這樣 然後這個這邊呢 柯屁就說 來 我們一張都不要放過 我覺得應該是 我覺得我不用全部講 因為我覺得這漫畫還是要給人家看 但是我覺得把幾個形象人物 抓出來我覺得可能比較有意思 好 比如說你看這個看出來是誰 是誰 這看出來是誰 你覺得是誰 可以周一扣啦 周一扣嘛 對不對 這畫得有點不像 對 我覺得有像耶 這非常像 那個下巴 OK 好 頭髮有那麼長嗎 建平 建平 你看一下 這個羅書磊有多像 這個羅書磊像不像 這個畫得很像 根本幾乎就是照片的版本 對啊 你看蔡正元有多像 這個像 那這個呢 這個呢 這個比較像蔡明星 OK 好 對 蔡明星沒有什麼 然後呢 這個宋楚瑜前總務主任 這個也很像 這個也很像 尤其這張像不像 對 這個像 然後宋波 他想說宋波波來鬧場的 你趕快來救我 那是連戰嗎 很像 他的經典就是服服那個 你看這張像不像 像 OK 這張這兩張簡直就是 一模一樣 OK 然後這張很可愛 爸爸好棒喔 OK 這個照片也不可能出現 這張連色紋很可愛 OK 然後呢 這張像不像 宋楚瑜 對 感覺是宋楚瑜很年輕的時候 對不對 OK 然後魯夫也來了 魯夫就是海賊王裡面 海賊王 那這張的柯P也很像 OK 然後 再來我們看一下 大概還有誰呢 大概就是這些人 我覺得我只能講說 他真的畫得非常的像 OK 然後羅蘇蕾 然後 賴士寶是誰 賴士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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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廢洪泰 廢洪泰 PK小組 OK 都進來了啦 完全按照報紙的那個臉 他完全依照時事在畫他的漫畫 是 所以 而且悠悠白書都出來了 對 悠悠白書 悠悠白書喔 然後這個是 切割王 切割王 這是誰 這是誰 年生文小時候 年生文小時候吧 喔 之後連公子經歷了很多 繼海賊王 航海王之後 還出現一個切割王 利益是我跟 權利是我本 若擋我的路 萬路皆葛切 四元道 好 所以這樣子的東西 在網路 這是在網路有傳 為什麼年生文陣營 都找不到這樣子 的人才 他們好胡鬧 我覺得他這個應該不是 柯P畫風的 這也不是柯P陣營 是不是 這張也很可愛 這張也要看一下 因為怎麼這麼久沒有出現 馬英九 校長 馬英九 這是30年前的馬英九 馬英九 OK 他說要不是董事會要求 早知道派英同學去選 早就選上了 OK 這在影視 對 奧鬧 對 奧鬧 影視是這個丁守中 OK 好 然後這張也是馬英九 他說沒辦法 只好我自己上場了 其實我不是那麼愛跑步的 OK 是的 英九 校長快丟他 丟很多 丟書丟多鞋 對 OK 所以他就不跑不行 所以最後 校長 你還真受歡迎 唉唷 傻傻的 OK 然後呢 成立 對於選前怎麼辦 他說成立選情辦公室 沒有女友怎麼辦 成立追女辦公室 買不到iPhone 都是辦公室 成立買iPhone辦公室 OK 只安辦公室的諷刺 所以就是也諷刺了這個馬英九 OK 大概是這樣 就是我覺得這個很厲害 他用很簡短的語言 講出很多這種 大家會心意笑 對 你看像這一張 他說 爸爸 快來救我 宋伯伯他 然後這個 他打電話給爸爸 然後他說 宋伯伯來鬧場 這個是連勝文講的 宋伯伯來鬧場 你快來救我 這樣 然後呢 這個連戰就說 背車 我要去學校喬事情 他是榮譽家長會長 對不對 是 然後這個說 是 然後他又問主席 請問你要搭飛機還是坐車 我開馬桑拉蒂 比較快 所以是 然後最後是 爸爸真的出面了以後 他說 別怕 乖 然後就說 爸爸你好棒喔 好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捨得 你笑笑 新聞 放話話 這次選到 台北市…